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构源基础语法的教学 今天是第七期 上一期给您讲解了if else语法 今天咱们学习一下switch分支语法 它相对于if else来说更加的常用 好不好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构语言中switch分支语法的写法 显手续马上看实战演习的部分 实战演习 大家请看一上来约定俗成一个package包 咱们用的是man包 然后input咱们这个文件中所使用的库 我用的是两个fmtformat 还有一个time时间 然后是man函数 是咱们程序的主函数 接下来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定义了一个变量 数值变量求援信息 或者说玩家信息 然后咱们要判断信息 怎么判断 switch 一上来就switch 是这样 一般的语言当中 switch后面都喜欢加括号 也不知道为什么够语言 它就不加 不加就不加 好不好 switch 也就是说相对是如果 是多如果 如果球员的级别 或者数字是1的话 switch case 如果是1的话 咱们会打印出来 如果看NBA朋友都知道 现在当空球星 勒布朗詹姆斯 字母哥库里 如果您是1类球员 会打印出来勒布朗詹姆斯 字母哥库里 对吧 如果是2类球员 K3 对不对 那么会打印出来 莱纳德 杜兰特 哈登 大家没意义吧 对吧 OK 如果是3类球员的话 欧文 利达德 乔治 其实欧文还算不上3类 比3类还有低 也就是说 咱们如果通过 if als 判断的话 咱们要写很多的代码 相对很多的代码 如果咱们用switch语法的话 大家请看 排列也整洁 看起来 代码的可读性也高 所以我认为switch语法 优于ifals 如果您的选择分支 大于等于3个以上的话 不要用ifals 一定要用switch 推荐给您 OK 这是它的基数写法 同时 大家请看 它还能够判断时间 比如说 咱们调用time时间包 取得咱们当前日期 然后判断下 今天是星期几 这个函数 给咱们返回的是一个每举值 比如说 大家请看 case 如果今天是星期六 或者是星期日的话 英语 对吧 如果或者是星期日的话 那么会打印 来了来了 周末来了 对吧 OK 大家都选过周末 对吧 否则是平日 那就哭吧哭吧 对不对 提到工作 需要学习 对不对 OK 也就是说 它不仅能够判断数字 这个地方 它也能够判断每举行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再给你几个 非常长的例子 就说 比如说我获得当前的时间对象t 对吧 然后判断 判断什么 大家注意看 在其他的语言当中 case后面是不能够加条件的 但是在够语言中就可以加 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以前咱们用其他语言中 都是说case1 case2 case2 case3 对吧 今天不了 大家请看 如果我当前的时间 取到的小时数 是小于12点的时候 我会打印 上午 跑步去吧 对吧 否则 我认为是下午 喝下午茶 OK 这就是咱们代码 简单的逻辑 咱们马上运行 我开一个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 我这个nano不太好用 我再给您大一点吧 我这nano不知道为什么 总报错 好 咱们拷贝上 今天咱们代码 咱们一点点来吧 首先拷贝上头部分 然后再加上球员的部分 好不好 然后加一个b括号 存盘退出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nano应该是有新版本了 我的旧版本库连接不上了 这不管了 这个有时间我再调整吧 好 然后咱们够软 刚才咱们的够原 还说一挥车 这 这个就是这个够原的 怎么说是好处也行 说是不好处也行 就是说 这个地方咱们如果import的话 你下面不使用 它就会报错 那怎么办 先把它删掉吧 好 再运行 出来了吧 乐布朗字母哥库里 为什么 因为圈级别是1嘛 对吧 改成2的话 存盘退出 清评 对吧 莱纳德 杜兰特 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还得 哎呀 刚才我要把屏蔽起来好了 接下来咱们再拷贝一个 嗯 周末哭吧 周末哭吧 周末是乐啊 平日哭吧 好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马上运行 清评 Go 大家请看 哭吧哭吧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不是周末 对吧 我是平日给您做的视频 所以说今天呢 不是周末 所以你就哭吧哭吧 好 接下来是星期几 是星期几过之后 接下来是时间 如果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话 会打印出来上午去跑步 是下午的话会喝下午茶 对吧 OK 试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在Tidywalk 所以说现在是上午 对吧 所以说咱们看一下 应该是上午去跑步 OK 上午跑步去吧 这就是大概 咱们如何使用 Switch语法的最简单的写法 应该不是很难 所以说呢 您如果想今后呢 用构源做些其他的工作的话 这些个基础语法呢 您一定要掌握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构源中 如何使用Switch分支 来分支您的条件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今天呢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